卷入孙安佐事件,崔佩怡儿子的反应 崔佩怡,佐,与儿子被课语谈出国留学。图中天提供。2018年4月22日 义人崔佩怡金,22日大儿子贝克宇参加中天节目叫明星大跟班,他透露独自5月20日考高中会考,最近课业压力大,时常喊身体不舒服。 贝克宇先前在孙安佐因美国校园安全事件遭待时,在脸书透露自己不会跟他一样,没想到引发轩然大波,机会问到是否还会在脸书发文。他摇头,似乎心有余悸。 被问到脸书发文是否持续。贝克宇摇头,不谢了。 崔佩怡为爱子缓甲,你们看他是艺人的小孩,他从小压力也很大。 询问贝克宇是否仍觉外界眼光让他压力大。他回应,现在不会了,小学的时候比较严重。 记者提及网友很支持他,崔佩怡似乎为避免再度引发纷争,因此回应,其实这个跟对错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孙安佐是迪英、佐,的独子。图翻设字眼书。20101804.20。 崔佩怡透露。 崔佩怡透露贝克宇大学会出国留学,届时自己会跟住一起去,没想到儿子听到猛摇头,大学会住宿舍。 他文言向儿子撒娇,让妈妈跟你去,我帮你洗衣服。 。 谈到儿子大学独立不需要自己照料,他笑说,没关系,那时候就出来演戏。 。 只要他能够上轨道,鸽子总要让他等去高飞。 。 记者询问是否判生第二胎。 他笑回,应该不会吧,哈哈哈哈,我想先减肥。 。 说到一半转头问儿子,再生一个妹妹叫贝克分,要不要。 贝克宇文言猛摇头,担忧地说,不要,搞不好我难得春假回来,还要带弟妹去上学。 。 。 与比现场所有人大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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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